各位朋友 你們還記得今年1月的時候 Zenis真歷史錶場 曾經推出一款很受歡迎的近視毛表 Chronormaster Sport系列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郭大開講 今天郭大要分享的就是 跟Chronormaster系列相對應的 另外一根Zenis的支柱 他們並稱兩大支柱 Define系列 今年Zenis也幫Define系列 推出一個全新的系列 就是在郭大眼前這三款 Define Extreme 1秒計時馬表 如果Chronormaster是比較傳統的古典的 那麼Define呢 就是比較前衛的現代的錶款 它的設計理念是取自於 在暴風之中 屹立不搖 歷經蒼商的巨石 Zenis就是希望利用前衛的設計 加上創新的科技跟技術 去表現所謂製表的未來主義 也就是說呢 這些錶款是未來才會出現的 它提早兩三年問世 讓你先享受未來的科技 未來的技術 未來的設計跟樣貌 也就是因為有這樣一個終極的目標 所以把它命名為Extreme 極限的意思 所以Define極限系列 百分之一秒計時馬表 具體來講怎麼樣讓它達到極限 怎麼樣去展現未來感呢 郭大把它歸納成大概有五個極限的要點 首先第一個 未來極限之配色 各位你可以看到郭大眼前 就是整個Define Extreme的全系列 很簡單只有三款而已 一共有三種顏色 藍色、黑色、金色 那這三種顏色呢 它全部的基底 都是用亞黑灰的太金屬所打造 就是消光黑灰色的太金屬 那它也是太金屬本來的顏色 顯出藍性的剛強一面 藍色這一款比較傳統 利用高音度的模具去打光拉斯紋 所產生的一個效果 那這個是噴煞的效果 為什麼我要把配色做第一個講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我目前在市場上 比較少見到的一個很細心的做法 每一款不同顏色的錶款呢 Zenis都會從油內而外 然後油外再擴散到 錶圈、錶殼裡面 我們看這一支 你看它這個金色的錶款呢 它從機芯裡面的甲板 就已經PVT鍍上金色了 而且它不只只有正面而已 它連背面的自動盤、橋板 也都錄上金色 然後再往外擴散 各位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這個也是今天的這款 Define Extreme的主要焦點 十二邊形的錶圈底座也是金色的 然後再往外擴散到 暗把的護橋也是金色的 它的金質成分呢 比例恰到好 尤其你在光線底下呢 你會發現到這十二邊形的底座 那個零零角角 它隨著光線所反射出的金色光芒 還有這個側邊的護橋也是一樣 光是一個配色 Zenis就花了很多心思在這上面 其次呢 黑色款、藍色款也都一樣 你看它們的顏色也都是 由機芯裡面就開始去打造了 一樣十二邊形的錶圈底座 暗把的護橋 那當然錶帶的部分也會有顏色變化 我們Zenis在做顏色的時候 想像的跟大家不一樣 它認為顏色 雖然製作上可以很輕易的更換 可是呢 要讓它有層次立體感 要表現出它的線條的感覺 要表現出你所想要的風格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的 第二點 未來極限之造型 光在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的設計靈感呢 來自於在暴風雪啦 這個飽受摧殘 歷經風霜的巨石 所以我們錶款的 外形上的主要焦點 就在於 錶圈底下的十二邊形底座 那這個底座除了來自於這個靈感以外 這樣一個造型 就讓我們聯想到那種 屹立在風雨裡面 堅韌不拔 很強悍的一種風格 那這個底座除了來自於這個靈感以外 其實它創意的 還有另外一個來源在於 我們Define系列在1960代初代版 就是用這樣一個造型 那除了這個焦點以外 可以看到我們的錶殼側邊 也有很大面積的切邊 倒角 外面全部都是剛直的直線條 再加上大切面 去塑造出我們剛剛想要 強調它的個性 所以你看這麼多切邊線條 然後切出中間一個圓的錶面 你有沒有一種千錘百鏈的感覺 這個錶呢 就是經過這麼多道程序以後 被千錘百鏈所切割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 他們的造型真的做得非常成功 那除了錶頭以外 這個金屬錶鏈帶也真的非常棒 每一個窄版的錶結呢 都是經過多切面的切削以後 做上了很漂亮的倒角 不過大家很少看到鏈帶啊 柔軟度可以這麼軟這麼服貼的 這麼順暢的 那這些東西都歸功於第一個 每一個袋幕的寬度都很窄 第二個是它的做工 它要求就是精密度要很高 你的間隙要剛剛好 製造上要更耗工費實 整體看來就可以達到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很剛強的目的 第三點 未來極限之穿搭 就是你不同場合不同服裝呢 你要搭配不同的手錶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換錶帶 這次Zenis也很貼心的 幫大家配置一種非常輕易 就可以自行拆卸錶帶的裝置 等一下郭大再演示給大家看 每一個顏色錶款都會附兩條錶帶 一條就是魔鬼氈的這種 一條是橡膠的 我先演練裝進去怎麼裝 裝是我覺得爽度最高的 因為呢 你甚至閉著眼睛都可以裝喔 我講真的喔 只要把這個這邊有小勾勾 然後這邊有兩個洞有沒有 有沒有聽到 所以其實真的很簡單啦 我不太需要教啦 好啦 真的一秒鐘就好了 那拆其實也很簡單齁 它背後呢 有一個小小的按鍵 輕輕一壓你不用很用力 它不會很重齁 輕輕一壓 甚至單手都可以喔 我演練給大家看 有沒有 這不是變魔術 是真的 Zenis這一款快拆 真的是名副其實的快拆 不只是裝好裝 你拆都好拆 這個真的是讓我非常的滿意 而且呢 你也不用再去挑錶帶 也不用再去選了 因為 它一支錶 三種錶帶 都幫你配好好的 接著第四點 未來極限之功能 市面上一般的 200米潛水錶 很少有透背的 我們這款Define Extreme呢 就是透背的 200米潛水錶 這麼棒的 1%秒的鏤空機心 怎麼可以錯過它的背面呢 為了達成表明的想望 它要經過很多 在功能上去加強 去強化它的地方 首先第一個 它的這個底蓋呢 比以前厚度增加一些 這就是為了做強化的關係呢 把底蓋做厚一點 第二個呢 我們翻到正面來看 在這個水底下呢 它是沒有光線的 表面上又必須要做得特別清楚 可是呢 你要注意到 我們這是一個鏤空表 對它有個小缺點就是 它會妨害你的視覺 為了去彌補這樣一個缺失呢 除了第一層的 藍寶石水晶鏡面 它的表盤 其實還有另外一層 是利用一塊 透明的藍寶石水晶 當作表面 再加上 三個計時的刻度環 那你想像一下喔 加上這個鏡面以後 你的指針 是不是也要著動 讓針的軸心穿出來 為了這樣一個 讓你視覺上更清楚 更有立體層次 其實後面所耗費的 繁複的工程 那是你想像不到的 第二個 為了再強化 你看你的視覺的清晰度呢 這每一個立體多切面的指針 跟石標 都還有杜老金屬 那沒有光線的時候 就可以依靠那什麼 它上面所塗布的 最好的 超級虛eon 那麼多製作的工序 但是我們只為了一個小小的目的 讓你在任何環境 任何光線底下 都可以清楚的讀取時間 那其實還不只這些喔 你要防水到200米的話 一般的暗靶 即使暗靶也會鎖牙 那鎖牙即使暗靶很麻煩啦 Zenis為了免去你這樣子的麻煩呢 錶罐有鎖牙 因為錶罐你可能調時間才需要用到嘛 那暗靶就去除掉鎖牙的設計 它利用它新研發的一個防水的開關呢 讓你既能夠達到200米防水 又可以隨時想要計時你就計時 想要歸零你就歸零 達到既有200米潛水的功能 又有一般計時馬表這樣一個方便性 最後第五點 未來極限之速度 就是按下它的計時按把 然後看著秒 中央計時秒針飛快 一秒鐘轉一圈那種速度感 這個這麼快速的一秒鐘轉一圈 精確度達到1%秒的計時功能 也是我們Zenis表廠所獨有的 它的內部搭載 就是我們自行研發製造的Caliber 9004自動上能機芯 這個機芯其實很特別的 有兩組群眾構造 一組是給走時用的 就是一般10分針的指示 它是5Hz 36000轉的 另外一組呢 是讓你做計時用的 它的頻率高達50個Hz 也是目前量產型的萬表裡面 頻率最高的 所以可以精確到1%秒 特地用了一根中央計時秒針 是1秒跑一圈的 我相信也有一些錶場有做出到1%秒 但是呢 它計時秒針 它可能沒辦法跑太久 會燒掉你知道嗎 那我們12點鐘有一個儲能指示 它是用來給計時功能用的 因為它比較短一點 它可以撐到50分鐘 當然你只要幫它上滿列以後 它可以再跑下一次50分鐘 所以我想 跑得快不是它唯一的優點 它還有什麼耐久性 其次我們說它除了精確耐用精準以外 就是你會看到 基本上它有兩個群眾機構 兩組都可以快速在飛轉的 看它的那個通透的樣子 去欣賞機器快速運作的情況 你真的會血脈噴髒 你還可以欣賞到 它很多PVD杜上藍色的零件 那種色澤 跟紋路跟手工修飾的地方 而且前後透視都可以看 最後郭大最喜歡看到 那個藍色五角星的自動盤 旋轉的樣子 好 那麼這麼一款這麼厲害 這麼精準的機芯呢 其實它也經過認證 它是經由日內瓦Timelapse實驗室 所檢測認證合格才能夠出場 郭大也簡單解釋一下Timelapse 日內瓦印記的手錶 也是經過他們這個實驗室所認證的 所以我相信它的準確性 它的公信力 也絕對是不會輸給COSC 最後 趙立幫各位報一下技術資料 Define Extreme 1%計時萬表呢 搭載45毫米的鈦金屬錶殼 功能是時間指示 加上1%計時 內部搭載Zenis自製的Caliber 9004自動上電機芯 除能有50個小時 那計時這邊呢 除能50分鐘 防水達到200米 藍色錶款 定價581100 黑色錶款定價也是581100 金色錶款呢定價711300 好 以上報告到此 任何問題歡迎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 拜拜